咱们看一看西雅图闹剧,最后一步发生什么事? 死了人,然后警察还不让进,这个事情之后又发生了一次枪击, 所以终于这个当局这个市长顶不顶不住压力了。 其实那个Trump的Leader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对了,所以他们号召大家回家。 不过今天我看消息,还是有人不愿意走,还跟警察发生冲突, 还砸了警察局的那个窗子,所以这事情还没完全结束。 这个基本上是渐进尾声,那我是想到很反讽的, 当时这明明是个违法占据市区,我想你们也听过。 所以在那里的商家现在正在准备控诉西雅图市政府, 基本上是违反契约,对吧?因为税收你非交不可。 但政府该尽的保护,维护法律秩序呢, 却可以按照市长所谓的仲夏之恋,Summer of Love。 这就真是让我想到,真是个中文成语,叫做指路为马。 明明是个无政府混乱主义,放任,他却说他是夏之恋, 要一直出了人命,我看他如果再不管, 恐怕他自己要扫地下台,才开始出来收场。 比较好笑的是说,其实真正指路为马的人没有太多人。 那个市长是比较伟大,其实大部分的人我觉得, 一看就知道这是在搞什么东西嘛,对不对? 但是那个市长,或者是有些,我们不能说全部都怪那个市长, 我觉得因为他的行动必须要市议会的支持, 所以我想很多人是想说用这个,就是名气可用。 搞不好这个东西啊,可以把它们塑造成这个左派英雄,是吧? 那但是很可惜啊,名气就是两刃的刀。 Double-edged sword。 另外呢,还有一个成语来形容现在的市长, 就叫做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风。 原因是在于他,这个一方面呢,有很多的人攻击他, 对于当初这个标榜为仲夏之恋,是非常的失去理智。 那现在他呢,改主意了。 他准备这个撤销了。 结果呢,也有另面激进的人呢,喊出, 就是嚼死市长的这样子的一个口号,要把他嚼死。 我以前在西雅图住过,西雅图一直都是以这个创新为荣的。 我觉得西雅图这一次真的是贡献了,贡献了一个完美的反面教材,让大家看。 就是西雅图这个市长,他的确是在一个很difficult的很困难的一个抉择当中, 但是他那时候的话说的太满了,对不对? 那我们就想到就是这个就跟,你就觉得很奇怪, 他也算是一个,我不曉得西雅图在美国排名排到哪里了, 但是算是一个很影响力的城市嘛,对不对? 他的周边就像杰瑞讲的,大企业也不少。 但是难道没有人要讲一下,你要不要政治前途啊? 你要政治前途的话,你那个选边站的时候,不要太, 把话说的太绝,对不对? 那我就想到就是说,其实有很多这种创新的时候, you walk on the edge嘛,这个中文,我不知道怎么说啊? 就是你走在很前面,但是风险就很大。 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就是左派人士, 经常拿他用一个做一个,你刚说是一个set bad example, 但是他们就说,哎呀,这个是你知道要进步啊, 就要冒险,不过这把的赌的看来是比较难看一点。 对,我觉得冒险有两条,第一个就是你刚讲的, 他冒他自己政治生涯的风险,但是他却是以老百姓的身家去冒险, 那这个就是非常不值得。 那从我们在Fremont整个的这个市政的理念, 我们深深知道说,实际上我们虽然是民众选出来是代表民众, 但我们时刻要想到民众,而不能够以自己的一时的信息, 或者是个人的进程来去冒险。 因为讲到底人家没给你这个冒险的权利。 诶,这个邵阳这句话是,算是木骨成钟啊,那么很少听到了。 因为没错,从理论上讲,民选官员是所谓的人民的仆人,对吧?公仆。 但是我看现在很多民选官员啊,这个很高兴你是例外啊,很多民选官员啊,他被选上去之后,他仿佛就用他个人的一些光怪陆籍, 光怪陆籍的意识形态,言行举止呢,来成为所谓的民粹主义啊,这个,不管在光谱的哪一边,都有这样的人物。 而且大部分人都知道他讲的不是我想的,但是呢,这个人在位置上,呃,这个, 诶,可是,可是,可是为什么他们都被,都被选上了?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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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随便取两个名字啊,这个,这个,我就看看,你知道这众议院的议长啊,这也是,呃,我们加州出来的,那这加州还有两个参议员,也是在北加州。 我想加州四千万人民啊,真的是,这就是我们选出来的,最能够代表我们的两个参议员,还有代表我们的议长,啊,这,就是这些例子很多啊,然后你看得出来,他们很多也都是用他们个人的意思来决定,说什么东西,是不是重要的,是不是以身修的,啊,怎么样,这方面的例子蛮多,你讲到现在重启,这例子不生美举,不是吗? 哦,不过我可以跟你表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几个人啊,绝对不代表加州的主流名义,这个我想大家都可以同意,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啊,怎么选出来,那很多人都觉得他很棒啊,嗯,你看看那个纽约代表航后区的议员,AOC就知道了,他最近在那个初选,哇,对,狂少,而且,哎,他们那个对手啊,也不是说不够左,哎,他那个对手也是蛮自由派的,哎,可是一样啦,哇,哎呦,对, 所以,所以只能说有时候看不懂啊,不过刚才,刚才我们批评了一下西雅图啊,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反过来要表扬一下西雅图跟整个Washington State,大家记得美国最早的这个,啊,这个,这个,这个,COVID-19的community spread,就是西雅图开始的,他刚开始排第一,他就崩崩崩崩崩崩崩,现在已经不知道排到哪里去了啊,所以,所以西雅图这个,这个防御啊, 为什么那么成功啊,我觉得可以直接,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那他也没有,啊,像很多州一样啊,要求大家stay in home,可是我,我认识很多朋友在那边,他们都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自觉,嗯,啊,所以,所以,当然,除了social distancing,戴口罩,人不出门就不出门,指得他们原来非常, 严重的一个疫情,很快的就,就被控制下来,现在,其实,其实,我有一个,这个,呃,很简单的解释,哈,全当笑话听,这就是为什么,这为什么他,这个,突然一下子,从第一一下子,排到后面,不知道到哪里去呢,嗯,是因为他的难凶难地呢,这个,纽约州的州长Como呢,学了他的经验,发现说,哇,这个老人院是一个宝,所以呢,要好好的利用老人院,当初在这个西雅图,就是因为老人院的集体的, 染病,所以呢,死亡率就上去了,结果呢,这个,这个Como呢,就下令,把这些,呃,得病的人呢,送到老人院去,以至于在,纽约州里面的,这些老人院的,得病率和死亡率,一下攀升,抢掉了西雅图的风筒,哎,那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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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当然是,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从疫情的角度那段时间,但是西雅图,呃,那个,整个Washington State,它是,排在很多州的后面,哈,不只是在纽约州的后面,哎,这个,这个,刚才书成, 也讲到西雅图,在这个,控制疫情上,是有可取之处,非常谨慎,呃,戴口罩,社交距离,这个,其实讲到美国文化,在这次疫情当中啊,另外一个痛点,就是,大家到现在啊,照说我们加州,现在户外是,强制戴口罩,但是我在外面走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显然不是,所以还得再问一下,我们有规定吗,哈,真的有吗,我看,我看大部分都没戴,有,有,有,这个,在, 加州州长在18号的时候,在户外,是要,应该是戴口罩的,只是我,我没有细读呢,他是说是,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在户外呢,还是一群人,但是我还讲的重点是啊,美国社会,个人主义确实,有点色彩太重,所以你要戴个口罩,那不得了,那这个,什么样的宪法理论呢,什么样的人权,全给你搬出来,这还不是唯一的一个,一个痛处,那还有包括呢,这,美国人呢, 特别喜欢讲究政治正确,可是明明大家都知道,这皇帝的心音是不对,那就是不肯讲,比如说,这二次疫情啊,明明是三四个礼拜前,开始攀升,那大家也知道,两三个礼拜以前,那个时候,这个,抗议这个事情啊,看看电视上多少人,他之间的距离,别说是六尺,他连三尺都不到,那个口罩, 那更部分都是没带,那年纪也很轻,为什么我们没办法看到,媒体有一点胆量说,这群年轻人,没有社会意识,自我中心,危害自己,危害别人,为什么没有人敢做一个社会调查,这次的二次疫情当中,跟这个抗议有关还是无关呢,为什么,因为这样会被得罪人,会被贴上种族,或者贴上什么其他标签, 这是美国另外一个很大的盲点,我没有想那么多啊,但是好像美国这个contact tracing,就是他根本没有去,有系统的,找这些人可能是在哪得的,所以你刚刚说那个数据,应该是根本没有吧, 对,那又是另外一个啊,有个contact tracing,就涉及隐私,美国人隐私,就好像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一样,有那么多隐私需要这样维护,维护到说,连社会大众的安全,抵不上你家,今天的隐私吗, 而况也没正要问你家什么隐私,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记得在各把月前吧,就在这个龙门这里面,我就提到了说,如果我们能够收集一些数据,知道人到底在哪里得的,会对我们很大的帮助,那已经是可能快一两个月以前了吧, 我也不确定这是因为隐私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做这个事,我真的,我现在有点想不通啊,因为当然要做这个事情的话,是需要政府出很多钱啊,因为大家才愿意做嘛,我也不知道到底问题在哪里,可能是因为大家因为隐私不愿意, 但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做到一点,就是说,可以让隐私不受到侵犯,但是我们又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数据,政府给大家那么多,给发钱的时候,加一个条件或者怎么样,或者, 匿名总是有办法,我觉得实在搞不清楚,到现在为止,我们只知道最近增加了很多的人数啊,是是他们的年龄段这个指导,18到35岁的增加的特别的多,对,那那那那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哪里得的, 然后现在听说那个现在麦埃密的那个市长,他要把那个把海滩给关掉,那么7月4号,他要把海滩关掉,意思就是说你们大海滩得的,我不是很确定啊,我觉得我觉得事外未必会得, 但是我们都知道,可能是别的原因,对吧,像苏晨你讲的,这个,这次二次疫情当中,年轻人特别多, 哦,那么除非这个病毒呢,他突然间变聪明了,说我这一次专攻年轻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八成是什么呢, 一定是很多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去海滩的,去酒吧的,这个去抗疫的,还有呢,就是不戴口罩,还有呢,就是认为自己没关系, 这些,有多少贡献呢,其实有这么多机构,实在是应该研究一下,但是,这样子呢,就很危险, 因为就好像显得,针对特定族群,所以呢,这现在这些政治首长啊, 这个规定,一般寻常善良老百姓,在家里不准出来,这个很有勇气,对于这无政府混乱,这些木无法纪, 还有这个,打着一些社会公益的招牌,进行违法的攻击抢夺,还有这个无政府主义呢, 却经常不敢说什么话,实际上呢,我每天呢,跟我的弟弟呢,都会有通话,那他是在这个, 呃,圣地亚哥的两家医院,做这个院内的感染控制的,这个主任,那么他就跟我讲了一个讯息, 就是说,从,呃,我们的这个,呃,国商日的这个,这个,这个,长周末,到现在啊, 在这个,圣地亚哥,甚至北面一点的,像这个洛杉矶地区啊, 他们的疫情呢,是更加的严重,而且呢,反映出来有一条, 就是说,不光是年轻的人群当中的感染率很高, 同时呢,就是他们的护士之间的感染,也开始增加, 这在第一波的疫情的时候呢,是没有出现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就是在于说,实际上在这个,这段时间里面, 一方面是,呃,我们看到的这个游行增加, 同时呢,也开始恢复经济, 所以的话呢,就是,他们的这个餐馆,酒吧开始重新营业, 那么他们院里面,有19个护士, 在别的病区,根本就不在这个COVID-19病区的, 他们得到了感染,原因就是在于, 他们有一个这个护士啊,提议说, 大家一起去酒吧喝酒,嗯,那么,结果呢, 呃,基本上就成为了这个, 他们最最受怀疑的一个诱因, 就是说,就是那一次一下子大家都中招, 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次这个疫情开始死灰复燃的原因, 故有这个游行的原因, 同时也有经济复苏, 开始服务业增加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在里面, 不过现在有个小问题啊,就是, 我想大部分人都知道, 这一次的这个病毒, 是比较像一般的Flu, 就接触就很容易感染, 嗯,这个是已经是一个事实, 那,但是最近的这个发展, 我觉得有,可以,又又起又忧, 为什么呢, 起的就是说,你看那个死亡率, 尤其在,他们都注意到, 在某一些county,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呃,医院呢,还是什么关系, 它逐渐的年龄都下降, 然后有些地方基本上是没有在死人, 比如说Santa Clara County, 经常是一整天就是没有, death zero,death zero, 也就是one,zero, 甚至是,你看,呃,我在Seattle地区据说, 也就是hospitalization跟death是非常低的, 所以这个,这个你说当然是好消息啊, 为什么是坏消息, 这,你刚刚讲这个这个hospitalization没有上升啊, 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 大概有一个礼拜, 虽然这个一个确诊能处一直增加, 大家都不担心, 但是你看Florida,Texas, hospitalization已经上升了, 这个有一个伺候的伺候的效果, 举个例子, 18岁到35岁的人得了以后, 他们,因为这次主要是他们出去嘛, 老人其实都比较,比较谨慎, 那Nursing Home的之前的问题也已经解决了嘛, 那,所以你,所以老人得的少, 这是,这是可以想象的, 但是现在危险是这18到35岁这群人, 他们会不会最终还是会传给老人呢, 是很有可能的, 他们先得了以后, 然后慢慢的, 现在接触比较少, 那先举个例子, 我也认识我, 其实我的,我的亲戚, 说他的孩子现在常常在外面玩, 到12点才回来, 他希望说他在11点钟回来, 我说what, 在外面玩, 跟谁玩, 当然是跟朋友玩了, 所以这些年轻人在外面玩, 对不对, 玩玩玩玩玩, 哪一天就得了, 回到家里, 那再弄弄弄, 再传给他家人, 他家人在去照顾老人的时候, 再传给老人, 所以也许这个, 我觉得不足以乐观,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说游戏有优, 那感谢你把我的优讲出来了, 对, 那祝愿, 那就是我说的优, 但是这个优, 是我们这些人在优, 为什么呢, 很明显嘛, 因为那些年轻人还在玩, 就让我想起上次说, how far is so far, 我的答案说要死人, unfortunately, 这个还是一样的, 当你看到死人人数, 开始上升的时候, 大家又害怕了, 因为现在才700多个, what's the video, 这就是很可悲的, 很可悲很可悲的事情, 就是叫做不见棺材不落泪嘛, 但实际上在昨天, 就我弟弟他的报道, 就是说他们两家医院当中, 其中一家医院, 过去曾经专门为这个COVID-19, 所开辟的病区, 因为这个疫情有所缓和, 就把它关闭掉了, 结果昨天又重新恢复, 同时呢, 他们有36张病床的ICU, 就是重症关怀区呢, 只剩下6张的空病床, 也就是说, 他们基本上已经在80以上, 在复合运转了, 留下来的这个空间是非常的小, 这就是爆发出说, 实际上第二波的疫情也好, 或者说死灰复燃的第一波疫情也好, 实际上还是会造成很多人的住院, 甚至是死亡, 因为根据他的统计的话呢, 住在ICU的病人当中的死亡率是50%, 所以这个就是还是得回到根本, 因为我们一直讲说台湾还有韩国, 南韩后来其实效果很好, 还是很根本, 就是强制戴口罩, 还有以及保持社交距离, 但是我们这边有很多大家这个逻辑要混淆, 看到这个病情上升, 就是说不可以重启经济, 追根究极不是有没有重启经济, 追根究极是没有采取安全措施, 没有采取安全措施不是重启经济的问题, 就是去参加一个派对, 或者参加一个婚礼, 或者做什么聚会也同样会得着, 对吧, 所以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很多人就开始套上他的政治利益, 他可能本来就希望重启的慢一点, 或者他觉得没关系嘛, 政府发钱嘛, 他也不急的重启, 那这些呢, 假定这个人这些人的位置, 正好又是在一个决策的位置, 不管是民选的委任的, 那就很复杂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开始好像变成跟政治相关, 其实本来应该是一个可以有一个理性探索数据的事情, 现在就很快就靠边站, 对吧, 我也是觉得说最终还是经济, 你为什么呢, 你在Bill Clinton的名言, It's the economy, stupid, 所以就是我不觉得停, 就是reopen, 可能在某一些州某一些地区, 他会收回来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大的趋势就是说, 你真的不开不行了, 你经济, 不让他至少让他开始动一点, 让多一点人回去上班, 这个已经是不可, 所以关键就是怎么样能够保持自己的安全, 那是不是说到一个临界点以后, 大家会意识到说, 不戴口罩的地方还真是病比较多, 不守规矩的人就是病比较多, 其实可以讲之前的全部关掉是一种一致性的, 不管三切是一关掉, 有些康体根本就没有病例, 不管三切也全部关掉, 那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比较聪明一点的, 就是说你开放了, 不对的再收一点, 希望是一个比较based on science, 科学跟数据的一个决定, 那我觉得有希望,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虽然很负面, 其实大家都很紧张, 那我个人也是觉得经济不会就不再开放, 因为实在是没办法, 但是我刚刚讲到Miami跟Florida, 他们针对一个是酒, 他知道酒吧不再serve alcohol,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把酒吧关掉就算了, 他说酒吧不要serve alcohol, 好像喝酒就造成传染的原因, 也可能意思是说我不给你酒喝就没人来了, 但是就是说酒吧因为如果是密闭的地方, 你没办法戴口罩吗, 你喝东西怎么戴口罩, 其实其实可能发明一个洞的口罩, 但是总之就是说你酒吧确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你一想就知道, 我觉得海滩确实未必, 因为风很大, 在室外如果愿意戴一个口罩或干嘛, 就说迪士尼未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我觉得只要这些州开始行动的话, 我觉得还是应该, 我希望还是还好了, 不会说搞到最后, 不得不又回到之前那样子, 你现在虽然川普说我不会再关经济了,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今天忽然间死3000人, 明天死4000, 后天死5000, 他撑得住吗, 撑不住呀, 但是还是有一个新的发展, 这顺便提一下, 就是也是让我又喜又幼, 我今天就是找good news, bad news这个目了, 对不对, 这个good news就是说, 有些州就发难了, 就是纽约州, New Jersey跟Connecticut, 对不对, 纽纽康这三州就说, 好, 你们现在那几州, 疫情年络中, 你来我这里要14天, 这个隔离, OK, 那这个你, 我为什么喜呢, 这个很好, 因为我妈妈住在New Jersey, 然后我在New Jersey, 有很多亲戚朋友, 我想说, 这个至少呢, 他们那边比较缓和, 你可以用, 把这个隔离这个手段, 然后让他能够稍微, 不会再有外州大量的移入, 这个境外移入并利少一点, 但是我也比较优, 那但是美国会不会搞成, 像那个时候, 我们不是三四月的时候, 在开玩笑说, 大陆的疫情吗, 就是哪一周, 像我们老乡, 我老乡山东, 我真的有, 我亲戚传来照片, 就是大卡车停在路上, 给你封起来, 自己自力救济的封城, 这个会不会搞成这样子, 就很难看, 大陆连村都是, 就是村村断路, 他的这个口号叫做村村断路, 就把路给挖断了, 所以的话呢, 人也进去, 也出不出来, 我觉得纽约州长, 实在是太可笑了, 当时川普说, 哎, 纽约那么严重, 要把纽约给封了吧, 他说你敢, 我告你, 然后呢, Row Island的那个州长说, 当时纽约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比佛罗里达现在严重不知道多少的时候, 他说这个Row Island州长说, 从纽约来的人呢, 我们要让你14天在家里待着, 不要出来, 他说你敢, 我要告你, 结果人家Row Island只好算了, 他怎么, 他怎么, 怎么好意思现在提出这样的一个, 一个说法, 就谣传吧, 你, 我觉得你可能是听到谣传了, 哎, 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说, 这还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只是说美国这么大, 美国这么多, 不过就像我们刚刚提的, 有些州其实根本没什么疫情, 有些甚至在一个州里面, 北加南加就差很远, 问题大家都风来风去, 隔来隔去, 我就很难想象了, 我觉得有时候实在是蛮错终复杂, 一言难尽, 比如说, 你说丰州, 还有邵阳说, 甚至春春段路, 好, 但那是指说你在里头啊, 你也得守规矩, 要是里头人不守规矩, 那其实风不风都是一样糟糕, 所以呢, 照说我们应该啊, 这些公众人物啊, 民选官员啊, 都应该要有点社会意识, 对吧, 做个榜样, 哎, 我们至少传统, 我们会说, 哎, 做个榜样, 但我看现在很多人, 他好像, 这个榜样的这个概念也丢了, 我觉得像, 也很少人讲, 我觉得川普总统他那天, 那个要重选的肇事啊, 他自己第一个, 好像我没记错, 他好像没戴口罩, 没戴, 就很不应该, 第二个呢, 他的人员是有给大家准备, 但是很多, 很多他的粉丝也不带, 那照说啊, 一个比较社会意识强的, 这个团队就应该说, 你要带, 你不带的话呢, 就可能请你出去, 反正啊, 就是, 这件事情就又加深了一些, 一些确实是给人攻击的一个弱点,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 错综复杂, 一言难尽, 其实口罩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了, 以前没有说没办法, 现在有了, 为什么不戴, 我觉得如果, 我个人如果觉得说, 美国这个整个这个疫情中间, 有一个什么错误的话, 我就觉得这就是没有叫大家戴口罩, 我觉得本身来说, 人都怕死, 但是呢, 在怕死之前的话呢, 一定要看到, 说死亡的确是可能发生的事情, 从我在一月份, 在中国跟父母亲过年的时候, 看到武汉的疫情的时候呢, 我当时呢, 要坐飞机回美国, 我就安慰我年迈的父母亲说, 这个疫情在美国一定不会很严重, 为什么, 因为首先, 美国人居住的密度非常的低, 第二, 美国人都是用私家车, 很少用公共交通, 所以第三, 当然, 我又说, 我们的这个医疗设备和医疗条件, 要远远比中国好, 所以啊, 在美国的疫情不会太严重, 事实证明, 我被打脸了, 而且是严重的打脸, 很可能牙都掉了, 我也是, 原因就在于, 我忽畏了一条, 就是美国人没有中国人那么听话, 美国人没有中国人那么怕死, 讲到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人, 就同样是中国人, 已经到了美国, 还是跟这个在中国的一样, 我们的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就是第一时间, 怎么样, 买口罩, 第一时间戴口罩, 后来我就成为了在美国的华人社区, 向非华人社区送口罩的这样子的一个渠道, 但我送口罩的时候, 有的时候人家还不见得很待见我, 觉得我大提小提大做, 但是实际上现在已经连所有的美国的科学家都承认说, 戴口罩是最好的防范疫情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我很爱讲历史, 我觉得美国人可能就忘记他们自己的历史, 如果他去问, 因为当时的人现在都不在了, 就是Spanish flu的时候, 西班牙大流感的时候, 你现在可以在网上找到100年前照片, 哇, 那美国人戴口罩戴到什么程度啊, 不是大街小巷人人都带, 小孩都带, 连打球公园里的, 狗都戴口罩, 真的, 全民戴口罩, 是美国人发明的, 你知道, 1918年, 1918年, 旧金山啊, 旧金山警察会把你抓起来, 如果你不戴口罩, 而且当时的议论是这样子的, 不戴口罩的人会被骂, 骂你是什么slagger, 骂你是拖累大家的, 就是说不戴口罩的话, 把你搞臭, 你想, 你偷900块钱, 他上去也不抓你, 你不戴个口罩, 他那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其实是有点影响, 因为我突然想起来, 一些很多年前, 纽约市有一阵子, 忘记那时候, 谁做市场, 发现自然变好了, 在那段时间, 原因他们发现, 原来那段时间, 这个墙上graffiti, 这个管得很严, 也就是这个人的社会当中, 有一些有趣的一些现象, 你看起来不相关, 但是它是某一些指标, 不同的症状, 比如说如果你graffiti, 抓得严, 管得紧, 人的犯罪率就低, 我觉得其实, 现在不是正在游行吗, 那些商家, 应该把那些游行的口号, 做成各种各样的口罩, 然后一方面, 又有这个市场, 同时也有这样的需要, 大家去游行的时候, 自然而然还多了一种, 他这个诉求, 都不用举牌子举得多累啊, 他这个口号全部盖在脸上, 就很好, 那我们不用等了, 就我们几个搞个公司, 赶快来做吧,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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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